谢谢王姐的介绍 那么我们最后 请台湾大陆科技公司的许伯汉先生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演示一下 跨时代的网络交换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台湾大陆科技的 执行董事许伯汉 在今天我将简短的时间里面 为大家介绍一个跨时代的网络交换技术 我们这个技术在全球已经超过 40个国家超过5000个大型的成功案例 目前在全美超过916个城市 网络完整运行 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终端媒介 我们是全世界最快的 无线网络网格架构 而且我们的架设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在泰国的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知道在2011年 泰国产生洪水 我们在短短的9个月内 完成了550公里的 洪水监控系统的网络架设 透过无线的方式 我们是全球最稳定的 您可以在零停工的状况下 去架设整个网络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港口 在没有停工的状况下 帮它架设了超过500组以上的货柜 的即时监控 每个货柜都有5条无线的网络 即时做串联 架设完成至今5年365天24个小时 完全没有停顿 而且任何的问题产生 我们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 移动解决方案 在整个韩国首尔的捷运 使用我们的系统 去架设整个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后续的影片 在车内移动 可以看到下一个站的 信息回传 而且将整个车厢内的网络数据 做快速的回传 好的 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可以有效的减低 就是所谓的IP的使用量 降低网络的复杂度 我们在点对点的传输来说 我们每一个点跟点 两端的网络传输 可以做到40公里的间接 而且产生130mbps的高稳定宽带 我们的设备的沟通 可以低于1毫秒 如果您看高清的影像 基本上在12毫秒之内 减美风暴雨时 您都不会有感觉 我们比这个都还要快 我们在移动的载具的状况下 在时速145公里之内 可以维持100%的网络传输 在明年的夜日起 我们将可以做到325公里 我们是全球最独特的网络专利技术 我们用在芝加哥的紧急城市监控系统 及时监控 及时扫描 及时报警 我们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 抱歉 两个礼拜之内 完成了500个接口的点的网络架设 到现在三个月内完成超过3000个点 我们在纽约有2000个点 在洛杉矶有超过3000个可靠的营运点 我们在澳洲的小区 我们这20个接口 完全透过无线的方式去做串联 我们去提供所谓的高清高品质 而且是可以控制的 及时录像的佩戴 您可以想象 今天一个小区 您以往要拉线 您透过我们的全新的技术 您可以在无线的方式下 去串接非常高稳定高清的品宽 这个影像回传 它是跳过了12个接口 他讲得太好 做的影像回传的品质 您可以想象 当整个在东南亚区域 在我们的大中华区域 我们有非常好的前端设备 包含我们的手机 包含我们的影像 我们有很好的 后端的运算平台影机力 但是我们所提供的 就是中间传输中介的 这个全新的网路技术 不管您是做在营运商 国家或者是各个解决方案来说 我们会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我们在泰国的 皇家洪水监控系统 当初这整个架设是550公里 我们在短短的9个月内完成 到目前一年4个月 我们已经架到了770公里 在今年年底 我们预计架到900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无线网络的广格串点 而且我们在去年得到了 Computer World 2012年度最佳网路贡献 就是它整个我们在架构的过程的一些资料 然后您如果上泰国的 皇家洪水监控网站 看到的虛化回传 就是我们的设备所提供的高清影像回传 这是控制中心的部分 在首尔的捷运 我们去做的测试 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测试 是在移动中 去将移动中的影像 做快速的回传 这边是我们当初在测试的影片 在影片当中 您将可以看到 我们在隧道的前后 架设高清的摄影机 我们把讯号连上我们的设备 打到隧道中 我们的接接的传输设备 然后再传到车上的移动设备 这个时速大概是加速到100公里 而且重点是 我们在隧道中去执行这个案件 请大家注意看的是 在我们的影像当中 那四格的影片 是会有任何的停顿 我们能够做到在移动中 能够做到在不同的区域 用很快的方式 为您架设稳定 等同于光纤的品质 而且超过光纤传输的网络 好的 那再来我们在首尔捷运这个案件来讲 首尔捷运我们在2011年 花了九个月的时间 完成四条网路捷运线 车站内您车子里面移动 对您月台讯息的回传 金属源对于您月台跟车上的讯号联系 这个画面可能比较不清楚 您看到的是 我们车子在隧道里面移动 我们的监视系统可以看 我们的网路提供我们的监视系统 可以看到下一个站车上的状况 您注意看 现在准备要做一个切换 这个切换是我们无接轨的去切到 下一个站的网路讯息回传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宽带去传输在您捷运上 高铁上公车上的讯号 包含您要做广告 要提供无线网路上网 您要做任何的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跨时代的科技 我们在2012年我们已经在全首尔的捷运线使用我们的设备 在隧道中上上下下 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讯息稳定地传输 在纽约的地铁同样也是用我们的设备去做刚刚同等讯号的回传 这个案例是在新加坡的国际机场 在这里是它的总部 我们将它的这个车道经控系统透过一个点跳 回传到我们的总部 但是当这个正常的解决方案来说 可能是透过光纤由绕圈的方式绕过整个机场去串 可是可能这不符合时间的效应 或者是我们让整个机场定顿 然后去拉这条线 这也不符合成本的效应 所以我们透过的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方式去做个解决 而且在这个您看到这个影像 就是我们穿过了整个机场 而且稳定的持续性的提供 就是我们任何要做的一个讯号的回传 我们不会去影响所谓的雷达 所谓的电信 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专利技术 叫automesh 我们能够做到自动跳屏 自动跳接 而且稳定宽带 在整个芝加哥的监控 机场的监控 也是透过我们的设备去做整个机场的串联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它现有建筑的整体网络串联 可以应用在商场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城市 甚至是整个港区或是私人企业 都十分的适合 这个是我们在斯里兰卡的案子 您看到货柜上面的这个大型吊背 上面我们的发射器 在我们的每一个货柜上面 有我们的接收器 我们让每一个货柜里面 即时进来的货物 知道这个货物哪里来 是谁的 你要去做转接 一架 甚至是说即时的监控 这个案子已经五年 完全没有任何的往路问题产生 我们今年要做更大的 规模的更新跟提升 这是它大概的一个设计架构图 然后您看到这边是每一个 就是这种小机器的点代表一个货柜 不是一个主要的传输点 它去做每一个货柜上 都有同时有五条网路 24小时不间断的借鉴 我们很荣幸的在中国 有跟就是福德法瑞这家公司合作 我们在执行全世界第一个 无人的自动挖晃系统 它透过跟我们的合作 它让它本来需要光铅的这个换带 完全透过无限的方式 去解决超过30公里以上的隧道 的讯号回传 从隧道内回传 讯号到地面上 而且在整个矿区 去做整个讯号的串接 我们的领域涉足在政府建设 交通运输工业或者是教育 甚至是说我们在做一些基础建设 跟电信服务上面 我们可以提供非常好 而且全新的一个服务项目的内容 那以上是我这边的简报 谢谢大家的聆听 这也来自台湾的这个高科技公司 给我们分享的精彩的跨时代的这个技术 我想现场在座的很多这个云南 像陈总里面也许可以跟他们对接起来 继续扩展你们的业务 实际上现在呢 现在呢 今天有很多在场的这个 呃 电商企业大会 他们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像异种方面 身种方面 还没有时间跟我们分享 呃 我想感谢这个以后的 各位发言人 都分享了这么多来自正常学员方面的